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特地配合今天的主題 我也打扮得浪漫一點 有耳環,也是蝴蝶絲帶,然後穿上蕾絲 今天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乾燥玫瑰色的唇膏 雖然現在流行的唇色 除了乾燥玫瑰色之外 也有奶茶色,土色,磚紅色,藍瓜色等等 但無可否認,乾燥玫瑰色都佔有一大席位 也是最受歡迎的顏色之一 我今天準備了這麼多唇膏想跟大家分享 看上去顏色其實差不多 但在色調方面有少許分別 那我們開始吧 我現在嘴上的顏色會是YSL的Matte Sting 16號色 我想這支唇膏也算是 將乾燥玫瑰色這個熱潮推上高峰的顏色 沒有人會不知道這支唇膏 它也是我這麼多唇膏中可以說最喜歡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男朋友第一次送唇膏給我就是送這支 另外我覺得在我嘴上 其實它是最適合我的一支乾燥玫瑰色唇膏 你會看到塗出來是很均勻很飽和 然後有一點偏向珊瑚色的 所以亞洲女生基本上都沒有誰會不適合用 而且上嘴是很輕身 它遮到我大約八成的唇色左右 如果要全部遮蓋 其實塗多一層就可以遮蓋到的了 但我自己覺得塗多一層 妝感就稍為重一點 所以通常我都是薄刷一層 看到那隻顏色就算了 而第二支想跟大家說的 就會是Giorgio Armani的小半丁 它的顏色是506號色 也是一個非常之大熱 我想在年多前是斷貨斷到不得了的顏色 我買回來的時候 用的次數就沒有YSL那麼多 其中一個原因是 我覺得這支顏色是比較適合 一些白一點的皮膚的人用的 你過鏡的時候 其實覺得不太大分別 但其實它有點偏粉色的 你會看到它的顏色是深一點 而且偏紅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塗它的時候 就覺得有點顯赤 但它的質地其實是比起YSL更好一點 Giorgio Armani的這一支 霧面得來不會令人覺得你的嘴巴乾真真 還有它遮蓋唇紋的能力是有的 有想過再入手其他顏色的 但我也很希望自己用得完其他唇膏 所以暫時還沒買 好 第三支也是Giorgio Armani的 這支大家已經看到了 其實它的顏色是比起剛才兩支更加淺色的 它的色號是500號色 也是我上個月的2月最愛有提及過的顏色 我覺得它的質地其實是另一個層次 因為它是絲絨面的質地 在我身上其實真的不是一個最好的示範 因為我的皮膚顏色是呈現不到一個最完美的效果的 應該是一些白淚透紅很白的女生 塗這支顏色其實是最美的 你會看到它比起剛才兩支顏色 是比較再粉紅一點再淺色一點 它不是最經典的那種乾燥玫瑰色 但是它在車邊也能夠進入到這個顏色的 而且我覺得它也有點欺負的妝 要塗一些比較櫻花系列的 那些少女的粉紅色的妝 其實會更加適合這個唇色的 然後我想說兩支的L'Oreal小角筆 大家一直都被我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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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都燒了很久了 那其實兩支都是近似乾燥玫瑰色 我自己比較喜歡121這一支 塗上咀子跟YSL那支是挺相似的 它塗上了兩層都不會將嘴巴很焗 或者是很顯純紋的 沒有的 大家看到其實跟我的膚色完全沒有違和感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個顏色的 今天所說的全部唇膏的持久度都是不錯的 只要你不吃東西 基本上都不會怎麼掉 是不是跟剛才這兩支分別不大 然後就到1、2、4號色 不知道大家在鏡頭面前覺得不覺得 其實我覺得它裡面加了少少螢光橙紅色的感覺 所以它是一個挺神奇的顏色 如果你的皮膚很白的話 它會更加顯白 但是好像我這樣比較黑 它是會顯黑的 所以一樣都是乾燥玫瑰色的 我覺得如果皮膚比較像我這樣黑一點 就用1、2、1 當然你皮膚白都可以用的 很搭的 如果你想活潑一點 鮮艷一點 然後你皮膚夠白的話 其實1、2、4都是很漂亮的顏色 只不過我覺得在我身上就有一點顯赫了 在手臂呢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呢 它就有少少的鮮橙色在裡面了 而這一支呢 就是今天唯一一支唇膏Lipstick的分享了 它就會是Tony Moly的Perfect Lips Flat Bar裡面的04號色 你會看到唇膏是非常扁平的 都深色的 而且很雙類近 但是它一塗出來 就沒有液體那些 要慢慢去變霧面 它直接就會是霧面的了 我自己覺得它塗上嘴 就沒有液體那些那麼輕身 有少少張嘴 但是效果也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它這個04號色是深一點的 有時候如果你年紀不太大 但是你的場合正經一點的話 我都覺得這一種的顏色是很適合你的 然後呢 就會到Himi的這一支 顏色號是02Crush 我自己就在香港Wish買的 你會看到呢 相比起剛才那麼多的唇膏 它塗出來的時候 飽和到要不停地擦開才有的 它也算輕身的 塗下去很容易 不會說一塊塊 或者不雲巡的情況也沒有的 那我就想說它一點點的缺點 就會是持久力相對 在今天那麼多的唇膏裡面 比較差的一支 但是我覺得 戴外補妝呢 你也不會說補到一塊塊 或者越補越壞 會卡在死皮那裡也沒有的 而唇紋方面呢 我覺得它沒有修飾我的唇紋 但也不會顯得很厲害 但是如果你問我 會不會跟上網一樣 如果有人說到一定要買 去台灣 死溫藍運也要找回來 代購也要帶回來的時候 我又覺得未至於 好了 然後這一支呢 就會是Mina的505號色 也是小紅書一個很火熱的顏色 但是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這一支 是我今天介紹裡面 都比較不喜歡的一支 因為呢 它剛剛塗的效果是挺漂亮的 但是呢 當它乾了的時候 它是很乾的 它會卡死了在唇紋那裡 之後 硬了 裂了 總之很不喜歡的感覺 還有大家看到 它的顏色跟剛才是很不同的 它是比較沒有那麼鮮色的 比較成熟一點 還有比較 暗沉一點 還有現在 你看不看到啊 我也是塗了五分鐘而已 它已經是這樣黏粒粒 然後呢 就做Maybelline的這一支 Intense Lip Paint 12號色 Mid Light Bright 那這一款呢 其實 大家不知道覺得很眼熟 我自己呢 拍片就經常都用到 還有我外出都很多時候會用 因為它真的很細枝很方便 比較特別它的刷頭就是這種 海綿刷來的 它的質地呢 是一個很重的私用感 比起 Jojo Armani的這一支呢 更加厚的私用 我自己就覺得 不算說一支每個人都喜歡的唇膏 因為它塗了上去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覺得呢 我覺得有令到嘴唇 比較豐盈的感覺 這個顏色 但是有些人就可能會覺得 它的顏色就像在嘴唇上 真的塗了一層東西的感覺 就沒有那麼喜歡 所以就要看看你自己 喜歡不喜歡它的妝效啦 顏色方面呢 它沒有那種珊瑚橙 是真的比較偏粉紅色的 然後呢 就到Chanel的這一支 Rouge Allure Ink 140號色了 在我身上呢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有一點點病啊 不太精神的效果 其實呢 它塗出來的時候呢 是光草玫瑰色來的 我這個是胎印來的 那可能我自己本身的唇色 比較深的關係呢 它的遮唇色能力是 也挺差的 而且呢 它是比較稀的 你要塗很多層 慢慢blend 才可以有一個均勻的效果 如果我那天掃眼 或者是沒有什麼化妝呢 我有時候都會用它 去點綴一下 假裝是我自己本身的唇色 有一點點色 沒有那麼暗沉的 那如果說它的質地呢 其實它也挺容易的 但是呢 它也是輕的 而且不會顯唇紋 不會很乾 那這些都做得到的 但是如果你說想要一些比較鮮色一點 或者是令人的精神好一點的顏色呢 我覺得它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然後我就bonus說到一支唇膏 其實我自己就挺喜歡的 就會是L'Oreal的小蠻腰系列 它的顏色呢 就會是316號色 在我身上呢 它是我最好的一個MLBB顏色來的 看了我這麼久的影片 都知道我的嘴巴 整個人都是比較暗沉的 那所以有時候呢 我如果不化妝的話 或者沒有化得那麼多顏色的妝呢 因為我強行去塗一些乾燥玫瑰色在我身上呢 其實都挺特別的 那反而呢 塗這一種類型的顏色呢 少少偏肚子 少偏偏偶色的話呢 就會相對上自然一點 那外出就不會很奇怪的 你看到它的顏色呢 雖然是紫色一點點 還有暗一點點 但是呢 就沒有它們那麼繽紛精彩啊 那還有呢 它的質地也是很舒服啦 有少少使用臉 有少少像阿瑪莉那種 但是又沒有Maybelline剛才那種的厚重感 那所以我自己也挺喜歡這個顏色和質地的 有興趣也可以去看看啦 那... 對啦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10支的乾燥玫瑰色唇膏啦 那希望你們喜歡 今次的分享啦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2系統 1 4 3 4 5 6